林丹输球,亚境赛止步首轮,为几分将参加西西兰公开赛。 4月25日,2018年亚境赛进入正赛第一轮的争夺,林丹一比二被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逆转,止步首轮。 这是王子维继去年印尼公开赛之后第二次击败林丹。 赛后林丹表示,由于本战表现不佳,根据之前的约案,他将参加5月1日至6日举行的西西兰公开赛。 林丹一与王子维之前共交锋三次,林丹二胜一复占据上风。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全英公开赛,林丹二比林取胜。 今天的比赛,虽然林丹开局第一球就被判发球为例,但是他明显进入状态更快,证据都占据主动,21点15分顺利拿下首局。 第二局林丹突然没有了状态,频频出界。 王子维抓住机会,找回了自己大力杀球的感觉,迅速把比分拉开,一度以15比2大比分领先,并最终一21比9颁回一局。 第三局延续了第二局的节奏,王子维开局5比0领先,林丹虽奋起直追,但无奈以进入状态的王子维表现。 表现足够出色,并没有犯什么错误,双方的分叉也一直保持在3分左右,王子维最终也以21点16分拿下决胜局,淘汰林丹晋级次轮。 赛后,林丹坦言对比赛结果不满意,由于之前和对方有过交手,或有胜负,所以自己对比赛的准备其实非常充分,但是第二局由于失误连续丢分后,自己有一些着急,第三局想搬回来,想法有点多,影响大了发挥。 第二次战胜林丹,王子维表示这对自己是一种肯定,林丹是自己心目中很优秀的运动员。 他说,今天比赛第一局很像全英和他打,就是他发挥很好,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。 第二局他的失误变多了,我很幸运地拉开了比分。 首轮击败强敌,但王子维对本次亚竞赛之旅的目标依然很踏实,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吧,不一定每一场都要赢,但是每一场都要打出自己的真正实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